上一回我们说到了朱元璋占领了应天 在这个时期他面临着两个强敌 一个是张世成 另一个就是陈有亮 张世成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那这一回呢 我们就给您说说陈有亮这个人 那在介绍陈有亮之前呢 我们就必须来先介绍一下他原来的老板 谁呀 徐首辉 这个徐首辉出生年月 这个记不太清楚了 没有什么太精确的记载 不过死期倒是记得很精确 他是湖北罗田人 是一个卖布的贩子 是个卖布的出身 据说啊 徐首辉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 而且为人正直 是罗田的第一美男子 由于经常被元朝的官吏勒索 所以对元朝是心怀不满啊 在制政十一年也就是公元一三五一年的时候 刘福通起义经过他的家乡 徐首辉长期积累的这个怒火终于压抑不住了 准备造反 他的这个手段啊 还是宣传封建迷信 这次是通过明教啊 为了搞宣传 他还找了两个帮手 一个是在麻城打铁的邹普胜 另一个呢 是江西的和尚彭盈裕 这两个人呢 大家也都应该是非常的熟悉 如果听过评书 您肯定是了解这两个人 那在宣传明教几个月之后 他在这个大别山区发动了起义 一举攻克了罗田 他是红金军的支流 所以也带着红金 起义军呢 又继续作战 先后攻克了黄州和西水 并且最终定都在西水县城 您瞧见没有 攻克县城打下来以后 就当都城了 所以说这个称王啊 其实有的时候也没什么意思 他的这个国号值得一提 堪称自古以来最为奇特的 叫什么呀 叫天丸 你说这国号他怎么来的呀 咱们大伙一块做一个拆字游戏啊 把天丸这两个字的这个上边去掉 就可以发现是大圆 要说这个卖布的布饭呢 是唯恐自己的国号 不能压制元朝 所以他就想出了这么个馊主意 在这个文字上去占便宜 把这大圆两个字上边压上东西 您说他迷信不迷信呢 反正我每次看见这个年号 总觉得是过几天就完蛋的意思 这个当时啊 徐首辉的地盘挺小的 只有黄州和西水这么一片地 但是他的排场却非常的大 元朝所有的政府机构 他全有 区区那么几千人 他就设置了统军元帅府 中书省 书密院 中央六部 真不知道他那手下还有兵没兵 估计啊 都去当干部去了 另外他把这个邹普胜 封为太师 倪文郡封为领军元帅 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西水人参加了徐首辉的队伍 此人相貌不凡 写的一首好字 他就是陈有亮 这个陈有亮可是一代枭雄 这个人厉害呀 怎么个厉害法呢 在元朝末年的这些企军当中啊 很多的首领都没能抵挡住元朝 唐一炮弹的攻击 那位说了 那会有唐一炮弹 没这个提法 但是啊 这个性质是一样的 干什么呢 就是招安 给你多少多少钱财 许你做多大的官 让你呢 这个从企军呢 变成元朝政府的这个效力的走狗 那即使是朱元璋啊 也曾经在暗地里和元朝是暗通消息 只有陈有亮 从头到尾 反抗元朝的统治 他是敢做敢当 不屈不挠 坚持到底 算得上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好汉 陈有亮是公元1320年生人 原来行谢 老家在湖北缅阳 也就是现在的湖北仙讨 他呢 原来曾经是个渔民 后来在县里干过文书 当徐首辉的起义军来到了他的家乡之后 陈有亮啊 就参加了徐首辉的部队 由于这个人有文化 外加上很有计谋 很快就得到了徐首辉和当时的丞相 倪文俊的信任 在制政13年 也就是公元1353年 由于当时徐首辉已经称帝 真够不识实物的 所以呢 元朝统治者就调集了几个省的军队 来围剿徐首辉 这一仗打的元朝打胜了 把徐首辉的国都给攻破了 而且徐首辉的得力干将彭盈玉也战死了 徐首辉这个时候才清醒过来 原来这样不成 赶紧跑 他呀 就带着部队退到了湖北黄梅一带 打游击 同时呢 他对军队也进行了整顿 然后又率领军队是大局反攻 重新夺取了江西和湖南 并且在汉阳县城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汉阳 重新建立了他的国都 改年号为太平 这回不叫天佑了 当时的徐首辉整编部队的手法实在是很厉害 他在每个士兵的后背呀 都写上了一个字 什么字啊 是一个佛字 并且说写上这个佛字之后啊 就可以刀枪不入 那位说了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这当兵的也不傻呀 到了战场上一打仗 发现挨一刀挨一枪 他还是得流血 还是得死 那这瞎话不就被接了底了吗 哎 这个徐首辉啊 聪明就聪明在这儿 他的这个瞎话呢 还有下半部分 那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上了战场 你没死就说明这个字零 如果你不幸战死了 这并不是这个字不灵 而是因为你的心不成 也就是说没死的是因为我写了字 死了是因为你自己有毛病 谁让你心不成来的 你说这是不是非常的这个狡猾 那就是这种荒唐的逻辑 当时倒是挺有市场 所以他的那些士兵们 在上战场之前都要念经 搞得很多元朝的政府军也是莫名其妙 还以为自个儿碰上僧兵了呢 与之相对的是徐首辉的这些将领们 这些人可也都不是吃素的 都是一等一的名将 那在徐首辉的手下有所谓的四大金刚 分别是邹普胜 这是军队的总司令 丁普朗 这丁普朗也是一狂人啊 在后边的故事当中咱们还会说到 另外就是号称双刀无敌的赵普胜 和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傅友德 这四个人带领部队是横扫援军 创立了天丸政权 在徐首辉的部队里 兄弟义气是最被人看中的 如果有谁背叛了兄弟 那是要受到大家的鄙视和惩罚的 这种组织体系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 那个著名的什么这样那样的帮派 什么青红帮什么的 可是呢 有讲义气的就一定会有不讲义气的 自古以来啊 是从无例外 刚才提到的这个丞相倪文俊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呢 一直在徐首辉的身边 虽然是得到了这个徐首辉的重用 但是他非常了解徐首辉啊 除了长得帅之外 没有什么别的突出的才能 再看自己呢 是博学通才文武双全啊 凭什么我老在徐首辉手底下干活啊 于是乎他这个野心膨胀就企图暗杀徐首辉 篡夺这个地位 结果没料想被人家给告发了 没办法 他只好从汉阳逃往黄州 为什么往黄州跑啊 因为黄州是陈有亮的根据地 倪文俊一向都很相信陈有亮 认为陈有亮呢 是他的贴心的兄弟 他不但是陈有亮的领导 还提拔了陈有亮 让陈有亮成了军队中的高级将领 可以算是陈有亮的老师吧 可是他忘了有一条啊 这个中国的古话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 陈有亮至于什么人啊 用八个字来形容他 那是最贴切了 心黑手狠 胆大妄为 从他后来的行为来看 确实没有什么事是他不敢干的 别人把义气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可是陈有亮却把义气当成狗屎 别人不敢杀自己的上司 不敢杀自己的上司